在我人生受到挫折的时候 能够明白那两个道理 就市场经济一边是货物 一边是口服 那口服我永远不能掌握 那我只能掌握货物 我就要念法 我们以前代理的是BH01 是诸海一个小公司的产品 然后看我们卖得好以后 它不供货了 不供货我们就没货了 就像美国现在实体清单一样 那我们有人给我们介绍 我们就转向香港红领公司 卖这个哈克斯基 哈克斯基卖得很好了以后 他们也不供货了 就把我们逼到 我们逼到自己做通行产品 说使得我们就自己 在主观条件下 可调一下 就走着自主联法的道路 我们那个时候是无路可走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炼制不成功会怎么样 我们一半还是相信我们能会炼制成功的 我们想炼制成功会 有一个某个生活的风格 我们的公司会将将会灭绝 以后 为了不灭 你需要在新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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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